好 我們今天要買那個 最近很火的人在茶在 五公升的珍珠奶茶 五公升 對 那網路上很多 但是我一直有一個問題 就是它有五公升 到底有沒有五公升 所以今天要來驗證一下這個 真假 如果是假的話我們就要投訴它 所以我們今天有五公升的茶可以喝了 對 奶茶 所以我現在下單 你看它有五公升的奶茶 還有檸檬茶 那我們要喝哪一個 我們喝奶茶 好 那我們的五公升 五公升的奶茶到了 然後它其實還有這個 珍珠 它是另外裝兩杯 所以我們還很貼心的送了杯子 那我們現在來驗證這個 有沒有五公升 那你在幹嘛 我先把它裝在袋子 然後我剛買了這個電子襯 天啊 這麼齊全 公斤現在是零 那你有多少公斤 這個錶可能量不起來 沒有耶 只有4.8耶 4.81耶 而且我們還是帶著 帶子的 帶著 這個 這個 罐子的 喔 帶罐子的才4.81而已 所以本身沒有到五公升 所以本身沒有到五公升 欸 怎麼會這樣子 5.7 是為什麼 剛剛 5.07 剛剛怎麼了 好 再一次 好累喔 我去上去 去上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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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.4都不一樣 那再測一次 3.4都不一樣 那再測一次 1.02 對 那我們現在呢 就要一杯一杯把它倒出來 然後用這個量杯 我們先量 好 所以這個 這是500 然後看 杯子大小 杯子是多少 喔 這杯子剛剛好也是500 好 這杯子是500 OK 很準 這杯子要先喝喝看什麼味道 啊 是我嗎 竟然是我 對 已經入鏡了 喔 好 不要笑 會抖 要品嘗看看 那我要給出效果嗎 品嘗的效果 可以可以可以 你覺得味道如何 我覺得倒的手法非常好 哈哈哈哈 這跟味道完全沒關係 好 其實如果它是奶茶 然後加珍珠 是肯定是有500 5升的 喔 加上珍珠 它沒有加珍珠 然後加這個 這個等一下我們喝完了 以後我們再來 看一下這個 罐子有多重 好我們終於把它喝完了 耶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再量一下這個 平身 有多重 你這樣測得出來嗎 可以喔 第一次 0.13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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那我們今天的 結論就是 呃 我們剛剛也測了一下 它送的 珍珠 還有野果 大概是 也是 1公 金 那 在扣掉平身的話 其實它這個 表示已經有超過5升 確實是有超過5升 所以這個 產品 還是蠻值得買的 只是會讓大家胖死 這樣 好 那我們 結束 越胖死